為了挽救低迷的生育率 國健署前年擴大實施試管嬰兒補助 兩年來已經是補助了八萬多對夫妻 有一點三萬多名的新生兒誕生 不過 生殖專家認為 四十歲以上補助次數被砍半 建議政府應該要給予六次的補助 以提高受孕成功率 謝小姐和先生結婚五年多 已經育有一個三歲寶貝女兒 因為夫妻都很喜歡小孩 也想給孩子添一個伴 她雖然試過兩次人工生殖 卻始終未在懷孕 眼看年紀已經超過四十歲 加上政府擴大不孕症補助 因此正在接受試管嬰兒療程 希望再度受孕成功 我跟我先生討論過後 就是因為有補助 所以我們就決定 就不要浪費時間 趕快開始做試管 為了減輕年輕夫妻經濟負擔 衛福部國健署一百一十年 擴大實施不孕症治療補助方案 也就是試管嬰兒補助 開放不孕症夫妻 而且妻子年齡四十五歲以下者 可以申請 其中四十歲以下 最多補助六次治療費用 四十歲以上則是補助三次 首次申請補助上限為十萬 再次申請則為六萬 不過深植專家認為 四十歲以後 胚胎異常機率高達八成 建議仍應給予六次補助 而且放寬胚胎植入數量 才能提高受孕成功率 國健署強調正在研拟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 將會整各界意見納入參考 而根據國健署統計 新智上路兩年多 已經補助八萬多對夫妻 有1.3萬多名新生兒誕生 明年已經編列二十六億元 將繼續辦理事館嬰兒補助 記者 賴水民 蔣龍祥 台北報導